一隻翅膀的鱲 你們看到了嗎? 剛剛飛過去了一隻翅膀好大的鳥 要是提娜里師父在的話 肯定看一眼就能說出它的學名、分類、還有習性 但我就只會說 不是在虛迷見得到的品種 哦? 那虛迷有哪些飛晴呢? 明彩鳥 它的色澤特別絢麗哦 胸前的羽毛像成熟的日落骨 翅膀的邊緣又像薄荷的嫩葉 它們不太怕聲 在我長去的樹洞 大樹旁 有一隻明彩鳥總愛盯著我看 像能聽懂我說話的意思 嘿,我還撿到過一枚飛魚 拿在手裡摸過 你這不是觀察得很細緻嗎? 也是愛生活 把愛生嘆氣的力氣用在這些地方多好 哎呀 幽拉她的說話方式有時有點別扭 可萊 你聽前一半就好 沒事 我知道幽拉的意思 她說的也沒錯了 哎 你們想吃魚嗎? 我看那邊有好多 哎 乾脆比賽捞魚吧 我不會說 真是的 說好看風景 怎麼又要比賽 啊 當時也等我一下 你們看到了嗎? 要是提那裡 但我就止 哦 明彩鳥 它們不太怕聲 嘿嘿 你這不是觀察得很 哎呀 沒事 哎 你們乾脆 真是的 這就是風龍廢墟 風魔龍 會出現在天空哪一角呢 啊 請問 誰 啊 對不起對不起 我不是故意打擾你的 不好意思 習慣使人 你是蒙德本地人吧 我叫賽諾 是來蒙德觀光的 應該說 是我打擾你了 請問 你是在找什麼東西嗎? 我在等風魔龍 甚至在這裡加起了流影機 嗯 我想把風魔龍的英姿拍下來 打給別人做繪畫參考 原來是這樣 我也幫著一起看看吧 聽說風魔龍出沒是有規律的 他一般 多久出現一次 啊 我應該查一下資料再告訴你 稍等 我看看筆記 嗯 塞諾先生 你就這樣一直仰著頭嗎? 沒關係 我很強 我的脖子可以一直撐住 不不不 還是 還是坐下吧 我帶了毯子 可以借給你 沒問題的 那 奇怪 為什麼我也跟著仰頭看起來了 我聽說賽西利亞花 只生長在偏僻而孤高的地方 若非有心 平日裡很難見到 雖說 這座城標本 可以將它長期保留下來 但這份鮮活的美麗還是帶不回去 有點可惜 要我試著拜託砂糖 幫你研究出土壤適應性更強的賽西利亞花嗎? 名字可能是 四倍不靠封賽西利亞花 或者五十賽西利亞花 改六零一號 蓄米生長特製版 呃 剛才那個 是笑話嗎? 很遺憾 是認真的 啊 那我倒是挺期待的 二選一的結果 說回此前的話題 如果你想引入嘟嘟蓮成分製作解藥 我的建議是 哦 旅行者 很高興見到你 哈哈 賽諾要出遠門 委託我 來這裡幫他的下屬一起處理些工作 算是代班吧 如今的教令院分為好了不少 偶爾在這裡停留也不錯呢 你應該也有不少事要忙吧 加油 好 塞塔蕾小姐 吃點零食休息一下吧 塞塔蕾小姐 哦 謝謝你 抱歉 我剛剛太投入了 沒聽到你的聲音 沒關係啊 能做自己感興趣的工作 是好事 真是不好意思 還麻煩你這樣陪著我 拉赫曼先生最近有旅團的事要忙 換我來當你的保鏢應該也不錯吧 而且我也是第一次當保鏢 就當是體驗一下迪西亞的職業了 之前我跟賽諾大人提過 我還是有能力獨自處理這些工作的 他完全可以去忙自己的事情 他卻說 像我這樣願意投身沙漠的教育工作者非常難得 必須有人陪同才能在這一帶行事 太謹慎了 這正是大風機關的可靠之處啊 我和他想法一致 所以我會守護你 只要你停留在阿如村 我們就會將你視作同伴 不要有負擔 享受在這裡的時光吧 賽諾小師弟 好久不見了 風花節期間能在蒙德見到你 實在是驚喜 莉莎師姐應該 是啊 祈樂師老師 師姐 是嗎 老師如果能像師 老師卸任至於頑固 我聽說可萊 你算他半個師 過去的事都過去了 而且 你很有天賦 作為師姐 師姐 賽諾小師弟 好久不見了 風花節期間能在蒙德見到你 實在是驚喜 莉莎師姐應該早就聽說 我到蒙德了吧 唉 瞞不過你呢 但我一點都不著急 我們早晚都會見面的 是啊 呀 说得比老师好多了 是吗 我听说你在蒙德 就只是冒险家塞诺呢 也有道理 这个时节的蒙德 还不错吧 嗯 很好的地方 这一次来 多少能体会到 你退学回这里的原因了 师姐我向来是很明智的 老师如果能像师姐 这么懂得变头 她的前半生 应该会好过得多 顽固对自己没有好处 老师卸任以后 你都敢说她坏话了 可见她真的变了很多 至于顽固 许多学者都容易顽固 我不希望那种氛围影响你 所以才希望 你多来蒙德走走 体会自由 我听说可来的事了 童年带来的影响 还没完全消失 但我这次见到她了 她看起来比从前好得多 你算她半个师长吧 嗯 你们俩还真有点像 赫曼努比斯之力 也让你痛苦过 过去的事都过去了 老师也没有像上级希望的那样 把我这个沙漠人 当作祭司之力的试验品来看待 而且 我能拥有如今的生活 多亏了老师 她收养我 教我知识 知道我怎样融入蓄密的生活 我很感激 你很有天赋 天赋有时也会成为诅咒 但也是因为有了你这个学生兼养子 老师才能变得不那么顽固 作为师姐 我很为你们高兴 真怀念这种 一不小心就把天聊得很严肃的感觉 你不小心 婴儿小姐 我不是在做梦吧 你 你真的来蒙德见我了 为什么你会愿意过来呢 太不可思议了 怎么了 我不能过来吗 从黎月到蒙德好像也不是什么会让人累得不行的事情吧 还有 差不多该直接叫我婴儿了 婴儿 婴儿 我 我可能还需要一些时间来适应 瞧你紧张的样子 我又没做什么 不不不 我 我 我只是太高兴了 谢谢你愿意选在风花节来见我 怎么讲 Kahri 要不要用新牌备打一局 快来 沙唐 我带了自己做的便当过来 等会儿一起吃吧 真的吗 太好了 我 我必须指出安博小姐料理中的一个小问题 你有时会往菜肴里加入过多调味料 最近吃的比较咸嘛 是压力太大的关系吗 要不要找人打打牌 含解压的 听起来很不错呢 我记得沙唐和柯莱都挺会打牌的吧 对 我们是牌友 前几天还聊到过这件事 打牌高手们 有机会也教教我吧 对对 柯莱打牌很有天赋 说不定是我们之中最厉害的 诶 我 是啊 酒馆里大家都这么说呢 有个须弥小姑娘牌打得很不错 真想跟她过过招 诶 太好了 柯莱 靠打牌出名了 我 我 我 哟 哟 哟 赛诺送你的那份牌背应该不错吧 我也是花了些心思的 她的要求很有趣 有龙 帅气 最好能让对手眼前一亮 明明是自己用的牌背 却希望能让对手眼前一亮 或许这说明 在七胜召唤的赛场上 有意大于比赛 她还说 这样的牌背 要跟朋友共用才有意义 看来你对她而言 确实是很好的朋友 顺带一提 她也送了我一份作为回报 嗯 说不定 我也会试试这种游戏 莫娜姐姐 可莉找到四半叶子的花了 很好看 你喜欢吗 给我的吗 谢谢你可莉 你再夸夸可莉好吗 当然 我现在很擅长这个 伟大的火花骑士可莉小姐 你是蒙德的希望之火 承载着众人的 嗯 承载 糟了 可莉好像不喜欢这种夸奖 嗯 可莉很可爱 可莉的帽子和书包也都很可爱 是妈妈买的吗 对 妈妈说 是妈妈跟嘟嘟可一起选的 而且嘟嘟可很喜欢这个书包 所以也把嘟嘟可挂在背包上 妈妈还说买东西那天 还有一个人也一起帮着看了款式 那个人好像叫 叫 好像会被人叫成 老太婆 怎么是老太婆 等等 这么一说 喜欢买帽子确实是老太婆的特征 好 谢谢你给的测绘建议 没想到虚弥的寻灵官对这方面也有研究 真是太厉害了 寻灵官和测绘员都经常在外面走斗 依赖的技术有重合也很正常 能帮到你就好 有机会我也想去虚弥看看呢 听说那里的地形很复杂 我想去亲眼见识一下 确实有点复杂 陌生人第一次到虚弥很容易迷路 还会在雨林里乱摘蘑菇和水果吃 我们这里也经常有人摘木蜂蘑菇的 对了 你们有试过把木蜂蘑菇加进食谱里吗 它单吃口感不太行 和别的食材一起烧或许会好点 我自己没试过 被你一说倒有点心动了 我也想试试 等会去摘木蜂蘑菇吧 如何 今年的风花节还可以吧 你这么忙碌 却愿意赶在春天回到蒙德 与我们同享自由之风 我真的非常高兴啊 现在有空的话 要不要听听我今年新写的情诗 我来读一下 你老是个人的 我没有要把你的东西 没有一个人能不染上它 比白色更像云雾 比金色更像太阳 落入你的眼睛 令孤独的心复明 会不会太严肃了 要不然 还是以甜甜花为主题 再写一首好了